这个用事实说话的记者 不为强权压迫 进行了多次真实报道 尤其在忠诚踏踏案中表现优异 展现记者的勇气和使命感 评审员给予他高度评价 他也因此荣获最佳媒体奖 端奖典礼将在不久后举行 但在此之前 金白阵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们调查到 忠诚踏踏案并非是施工队长的过失 而是因偷工减料导致的 强化地级施工不到位 造成大龙满是裂缝 经过长时间的暴雨侵袭 裂缝出现渗水警告 导致大陆部分坍塌 为了掩盖事故的真正原因 将罪责全部推给施工队长 而忠诚本身从建造开始 就充满各种受贿以及违法行为 换句话说 楼是顺便盖的 从中获利才是主要目的 而这个复杂的关系网中 每个人各似其职 国土部自长及都企委员长 负责将国有土地变为商业用地 使商场得以建造 而当地的储蓄银行 为忠诚提供了700亿以上的非法贷款 更有一些检察官 长期从忠诚代表处输出贿赂 替他解决法律纠纷 其中的韩检 也就是之前苏查亚的检察官 就是掩盖忠诚贪荡案的人 在此之前 他还解决过另一些案件 圣宗教会牧师的贪污事件 而牧师是HBC社长的亲戚 其中的关系不言而喻 所以电视台才会阻止亚 报道忠诚后续 另外严华还查到 700亿的工程费者 只有一半用于实际施工 其他都进了那些人的口袋 而该事件的中心人物 是一个叫大会长的人 但此人身份尚未查清 简单说明情况后 金白镇命令所有组员 全部集中经理调查中程事件 社长从检察纳得到消息后 立刻向部长下达指令 从今往后 台里的所有报道项目 都必须经过审核 没有他的允许 不得擅自进行播出 部长觉得这么做不太妥当 不仅切放了记者的编辑权 还会影响收视率 但社长心意已决 部长也不敢多嘴 一番调查后发现 忠诚的冠名老板徐代表 曾经经营过多家建筑公司 虽然名称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收购过国有土地 在警方那边的记录 也都是违法贷款和投标舞弊 而且检方全都做了不起诉助理 严华由此推测 徐代表是大会长的傀儡 他所经营的那些公司 说不定都是大会长的产业 但那些公司有名无识 根本无从查起 话说一半 严华突然想到 地区报纸上也许有相关记录 果不其然 严华在收集的旧报纸上 找到了那些公司的 东宫仪式照片 因为公司不止一家 所以照片有很多张 严华仔细一看才发现 每张照片中都有一个小矮子 就算是徐代表不在 小矮子也没有缺席 严华继续反找 看到了小矮子的个人报道 他叫尹德珠 07年因不动产诈骗被捕 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和二十亿罚款 但因证据不足 被缓刑释放 严华猜测 他就是那个神秘的大会长 无论是低价购买国有土地 还是建造购物商场 都是他的一贯作风 但这只是严华的个人助长 想要证明以德珠和忠诚的关系 还得有确凿证据 严华突然想到一个人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严华没有耽搁 立刻来找仙人 他是徐代表身边的秘书 一定知道些内幕 仙人为了不惹事生非 谎称自己刚去公司几个月 什么也不知道 严华见他嘴硬 便拿出三年前的动工照片 发现他就在其中 现人编不下去 只好实话实说 他原本在徐代表的私人会所工作 后来被教训当秘书 就了一些简单文件 而且他曾经听到过 徐代表称尹德珠为大会长 确定这件事之后 制作人联系了警局的前辈 请他帮忙调查尹德珠的信息 这一查还真有发现 在尹德珠的众多官司中 有一个引起严华注意 因为起诉人是他们熟知的 读习委员长 可他们明明是诱惑的 怎么会互相干架 严华觉得可疑 于是调查了当年的事 发现委员长控告尹德珠时 在善良医院的市民团体当会计 而那时的团体并不干净 存在受贿等各种问题 还因此被亚报道过 当时的主播就是金白镇 可金白镇今天才知道 委员长曾是市民团体的医员 当时受贿一事报告后 委员长主张自己没有收过钱 是尹德珠故意诬陷他 目的是为了把委员长所在的市民团体 赶出原本要建医院的那块地 市民团体退出后 那块地皮被用来建造中城 金白镇通过这件事 推测委员长和尹德珠联手 故意闹出贿赂事件 好让建造医院的事取消 也许从那时起 重生项目就已经开始布局 委员长也因此煽气变凤凰 进入了市政府工作 便给重生项目批了建造许可 而金白镇的妻子 曾经帮助过市民团体 当她得知团体数数非法赞助时 便去找他们坦白实情 结果路上发生车祸 直到事情原委后 金白镇更加确定 妻子的死是委员长一些人造成的 但可惜的是 她的猜想是错误的 三年前的贿赂事件 确实是引得住的计谋 但委员长也是受害者 可金白镇没有仔细调查 就将此事进行报道 事后委员长整理了相关证据 希望金白镇能重新报道 但是却被她无视 在委员长看来 忠诚的悲剧是金白镇一时造成的 严华从制作人那里 听了当年的事之后 觉得有些奇怪 便去当案库找了当年的资料 果然有所发现 当时委员长确实给金白镇 寄过一份文件 里面澄清了贿赂事实 并说明向电视台提供 虚假举报信息的 不是市民团体 而是忠诚的徐代表 另外资料中还提到 是引得住归写市民团体 让他们让出本影敲定好的地皮 这份资料足以证明委员长的清白 但金白镇因为个人情绪 并没有看这份材料 因而做出了错误报道 导致悲剧的发生 市民团体也因此成为重视之地 在这种困境下 引得住向委员长伸出橄榄枝 被世界抛弃的委员长 已经彻底死心 这才加入引得住回家 得知真相的金白镇 牺牲愧疚 决定查明忠诚严案 可如果这件事被查清 那市民团体的虚假报道 就会被揭发 到时金白镇会背上无数骂名 但即便如此 他也要揭露真相 于是金白镇找到严华 请他帮忙写自己的报道 等忠诚的事一解决 他就向观众说明当年的事 解雇也好 申败名列也罢 这都是他应该承担的后果 严华遵从金白镇指示 写好了相关报道 金白镇看到后非常满意 打算在今晚的节目中公布一切 主要拿到节目单之后 发现多加了一项报道 金白镇正在向重用坦白 当年的事是他的问题 后果应该由他来承担 无论组员如何劝说 金白镇都执意如此 如果不说出真相 市民团体将无法洗刷原券 参与此事的人也不会受到惩罚 金白镇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话说一半部长拿着节目单杀戒制作组 质问金白镇到底想干什么 竟然瞒着他私自报道 金白镇没有辩解 只说这是观众应该知道的真相 哪怕他身败名列 也要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 金白镇恳求部长给他一次机会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会坦然接受 在金白镇的再三要求下 部长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能不知道此事 部长放水后 组员开始准备节目内容 但没想到压内部有人叛变 将此事告诉了柳局长 柳局长向社长也汇报 精心准备的节目彻底凉凉 因为社长有令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控制室 就算压全员出动 也没能冲破防线 过了节目播出时间 他们也只能放弃 事后组员聚在一起时 阿浩交代了一切 是他向柳局长泄密 才毁了这次的报道 因为他太想保护金白镇 金白镇为节目尽心尽力 做了很多好的新闻 结果因为一场误报 就要扼杀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阿浩于心不忍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当会向别人的刀砍在自己身上时 都会害怕和逃避 但如果站在记者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 准备好的节目无法报道 如果将证据放到网上 很容易就会被掩盖 话说一半 严华突然提出 将证据交给其他媒体报道 这样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经过一番思考 金白镇同意严华的提议 于是制作人找来后备 请他们报道此事 但遗憾的是 节目在报道前被拦 听说是国土部次长搞的鬼 从那之后 制作人不停寻找其他媒体 但都被一一拒绝 金白镇也是无可奈何 严华合同到期后 说是东西准备离开 虽然他雅压的时间不长 但真的学到了很多 他唯一觉得遗憾的 就是没能等到节目播出 金白镇安慰几句后 和他做了简单的告别 严华的离开 让同事们非常不舍 毕竟朝夕相处了那么久 在他们心里 早就把严华当成一家人 组员到期后 一起去参加金白镇的颁奖典礼 此次的媒体奖项 是颁给中余媒体人本职 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记者 这是行业的最高输入 是对获奖记者工作的肯定 但金白镇并没有这个资格 他向众人坦白 四年前因为他的误报 导致本该建造医院的土地上 建起了令无数人失去生命的商场 无论是作为普通人的良心告白 还是身为记者的职责 他都必须说出真相 因为这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希望自己的亲身经历 能警示各位同僚牢记使命 传达以事实为一句的真相 金白镇影时候 忠诚贪腐案引起广泛关注 拧得住作为核心人物 被检察厅公开传唤 其他事实人员也都接受相关调查 金白镇影因此受到影响 主动离开电视台 不过像他这么优秀的人 到哪都能混苦贩植 另一年 严华离开亚之后 回到了老家生活 他本想休着一段时间 再重新去了工作 结果收到了HBC的入用通知书 能再次回到电视台 他真的非常高兴 想必这其中也有金白镇的功劳 亚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金白镇和亚的存在 不是为了报道吸睛的话题 而是用他们有力的语言 向观众传递事实真相 虽然中途遭受过权势压迫 但他们都坚持下来 亚的存在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具有极高度稳定性 不容易被操控摆弄 就算深陷黑暗 也能找出一丝光亮 这个世界太需要这样的媒体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